人生是一场自我雕琢的旅程 人生是一场自我雕琢的旅程 让自己变好的努力 任何时候开始都不算晚 用学习改变能力 跳出舒适圈的办法 就是主动求知 向外探索 有个边际效益聚合的概念 在你所做的每件事上 寻求哪怕是极细微的进步 将所有环节的改进汇聚起来 就会带来整体提升 多看几本书 拓展眼界的同时 你将提高思考能力 多学一门技能 充实自己的同时 你将增强谋生的本领 多向优秀的人请教 拓展社交的同时 你学会了沟通技能 这一点一滴的行动 日积月累下来 时间将回会你巨大的惊喜 增强本领 是应对挑战的最好办法 只要在学习中不断进化 我们便能适应生活的 任何变化 用真心改变关系 看过一句话 你心里有别人 别人心里才会有你 我们看似是在帮别人的忙 其实最后都是在帮自己的忙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相互的 只有真心才能换来真心 待人坦诚 大家也不会对你设防 做事靠谱 谁都信得过你 没有什么道路可以通往真诚 真诚本身就是道路 看见朋友有难 竭尽全力去帮 我们必将拥有更为真挚的友谊 与人共事 以立他之心寻求合作 最终我们也会大有收获 每个人的内心深处 都有与他人连接的热切渴望 没人愿意在虚伪的关系中周旋 这世上所有长久的合作 从来都不是靠演技为戏的 用真心改变关系 我们将被世界温柔以待 用善良改变人品 人的内在品质 会为自己创造机会 为淋雨的人撑伞 你也将有躲雨的屋檐 黑夜里为人掌灯 你的路也不会暗淡 你为别人做的每件事 都将在未来的某刻 回馈到你的身上 无意间的一个善念 不经意的一个善举 都是改变自己命运的契机 善良 是一个人行走于世最好的明天 人生是一个微雕的过程 而刻刀就握在自己手中 用学习增强本领 用真心经营关系 用人品托起人生 从今天开始去改变 我们终将把自己 雕琢成想要的模样 点亮再看 与朋友们共勉 每个人都在想要的 内心